各位朋友 如果你看過一部電影叫天馬茶房 那天馬茶房裡面有一首歌 一個非常主要的插曲 叫做幸福進行曲 幸福進行曲 裡面有一句歌詞是這麼唱的 抱著希望 我們來到親切的台北山 台北城 台北城是什麼樣的意象 它是一個夢想的起點 當然我們時間要推回到1980年代 1980年代 我喜歡稱它為台灣一個衝突的年代 在前一年1979年那時候中美斷交 台灣也開始變成所謂的亞西亞的孤兒 我們的外交部瞬間改名成斷交部 世界各國紛紛與我們斷交 也因此政府的標語改了 原本叫做反攻大陸 現在叫做楚變不驚 我們的信仰也改了 以前信仰的是大中國 以前信仰的是美國夢 現在我們開始信仰的是 我們站在住在生存的這一塊土地 也因此我們開始揚起一些其他的月風 比如說早期流行的這些上海歌曲 大陸的民謠小調 甚至是美國的西洋音樂 我們要唱出我們自己的歌 所以校園民歌開始在這個時代出現 而更重要的是我們站在的這裡 天橋上的搖滾 那講到搖滾樂 現在年輕的朋友應該想到的是五月天 五百以China Blue 但是問題來了 老一輩的這樣講可能不太好 資深的觀眾朋友們 你一定聽過這兩個人 一個叫羅大佑 一個叫蘇瑞 羅大佑有一首歌叫做鹿港小鎮 他說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玲紅燈 蘇瑞有一首歌叫做一樣的月光 所以他在在的都在告訴我們80年代 當時你站在天橋你所看到的這些景象 那當然我們說台灣開始有新的思路出現 我們也用音樂 用搖滾樂 唱出一條新的音樂之路 1982年搖滾歌手羅大佑 以鹿港小鎮紅遍大街小巷 歌裡闡述北漂青年 在台北大都會區奮鬥打拼 卻屢遭挫折而憤憤地唱著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玲紅燈 要見到羅大佑歌詞中的台北玲紅燈 在那個年代最佳的地點 就在中華商場的天橋上 這是中華路的夜景 到處是五顏六色的霓紅燈 這些巨型燈箱如今看來復古懷舊 但這些廣告卻是引領戶外媒體的時代風潮 1964年台灣松下在信洞南端豎起這塊國際牌 成為全國最大的霓紅燈 也是中華商場最著名的地標 和比鄰的霓紅燈群在夜都會裡 就像一道絢爛美麗的彩虹 不過在搖滾歌手的創作裡 這些霓紅燈卻有另一番解讀 1983年電影搭錯車找來蘇瑞單綱演唱主題曲 一樣的月光 嘹亮的歌喉十足爆發力 這股黑色搖滾旋風高亢的唱著霓紅燈閃爍之下 過度膨脹的都市文明 一樣的月光 鹿港小鎮 捧紅了蘇瑞和卓大佑 穩坐搖滾天后及天王的寶座 也意味著台灣流行搖滾樂在1980年代開始壯大 那真正本土的搖滾樂 我們講是樂團形態的話 是到80年才開始 唱國語歌的 不是唱西洋歌的 那時候比較有名的是薛樂 就是人生就像那舞台 管你愛不愛 李雅銘 薛樂的樂團叫幻眼 李雅銘叫藍天使 然後開始那時候有一個亞馬哈音樂大賽 不便能碰到你什麼都算了 只要你在我的身邊唱歌 陶晶瑩也是那邊出來的 張宇生以前那個團叫Metal Kids 她是唱Happy Metal的 然後陶晶瑩也是唱Rock的 她是努崇華 1987年創立唱片公司 真顛社 打造出林強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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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請頭 夠了啦 北到車會入客 請我快就請 500 500 張正月等等 一個又一個 劃時代的搖滾創作歌手 被譽為華語搖滾教父 年輕時最愛到中華商場的 唱片行賢廣 如同巡舔一般 吸取西洋音樂的動向 那時候我們聽西洋音樂 大概有幾個來源 一個就是美軍電台 美軍電台 每個週末 它會有 Billboard Top 10 Top 20 然後年度還有 Top 100的一個節目 所以你聽到Billboard第一名的歌 可能你當時在唱片行還買不到 那所以就要到唱片行去找 比如說找王小姐 尼崇華口中的王小姐 是星星唱片行的櫃台姐姐 找到她就能掌握西洋歌最新的資訊 很重要每個禮拜六去西門町玩 玩完了一定要想辦法去那邊 等到人少的時候 跟姐姐混熟 借出來看一下 那因為我們資訊頻繁 所以哪一個團哪一個背景都不知道 Billboard上會有些介紹 所以我們從那個過程中 去多了解一點世界的資訊 當年多少七年 如同尼崇華一般 透過有限的國外音樂雜誌 及美軍電台 吸取世界的脈動 為台灣搖滾樂墊下基石 倪崇華創辦了唱片公司 而一群搖滾才子拿起樂器 組團敲開本土搖滾樂的大門 80年代其實是華語歌曲非常奔放的 而且更自由的時候 因為他經歷了一個民歌的溫馨 清新的風格之後 開始跟國際有更多的接軌 1980年代就是一個全面開放的時代 那它的來源就是來自於台美斷交之後 台灣進入一個裝盡自強 處變不驚的時代 1970年代的台灣 正歷經一連串的外交困境 保料運動 退出聯合國 台美斷交等等衝擊 島上的黨外勢力開始崛起 台灣人民重新關注本土化 自我反思 音樂創作者掀起唱自己的歌 這樣的風潮從校園民歌 一路走向80年代的搖滾時代 這個爆發的意思就是說 要開始衝撞體制 衝撞你過去的思維 衝撞從外形開始到題材開始 不斷地去跟過去被綁手綁腳的 戒嚴時期的一些意識形態去對抗 從戒嚴時期走向解嚴時代 各種黨禁 報禁 法禁逐漸開放 衝撞威權 重塑自我 迎向自由的集體意識 成就了1980年代發光發熱的 台灣搖滾樂 每個禮拜天晚上八點 綠度台灣就在森利